10月25至26日舞剧流芳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既好评如潮的诺马安美爱如新活之后 红河州歌舞团此次将拖沓于云南红河拉户族苦从人真实故事的脱贫攻坚史诗 以维美壮阔的舞剧形式带给观众 与昆明首演现场一样演出进入尾声时 许多观众都深受感动红了眼眶 演出前编剧周楚洞总导演张深作曲抗竹青 以及主演李小慧罗玉文也是接受了媒体访问 想说用抒情建长的舞剧来展示扶贫故事肯定有难度 但是主创团队一方面通过倒序插序的手法 让作品叙事与舞台的空间转换丰富起来 一方面将舞蹈之美与扶贫精神的昂扬动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打破了传统现实体材审美不足悬浮架空的档枯 我觉得是有的 首先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你如何把他们自己民族的元素 把这些东西融入到现在的这些当代武断里 包括具备现在一定水准的这种创作手段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空间的运用 通过一些结构的这种倒置或者是差距的这种方式 来让这部舞剧更加的立体化 更加的多层次 除了在编排上花了不少精资 主演们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揣摩各自的人物十分用心 其实我扮演的这个刘亭云 它是跟我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因为都是生活在都市当中的人 但是我没有亲身去体验过 但是在下面查了一些很多资料 影视资料 还有大量的阅读 还有包括去采访 去采访一些驻村干部的一些工作经历 还有心理路程 这都是需要在工夫去了解的 我这个扮演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民族特性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 他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 属于是一个村里面的刺头 但是你又不能把他表现的是非常的坏的那种人 所以你要保留他内心的一个善良 要让观众们接受他的那一部分坏 然后但又不去憎恨他 所以这一点是我对于这个角色来说 他的一个纠结的地方 也是把握这个善良与凶狠的这个度的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地方 如此诚意之作 相信值得更多观众前来剧场支持 现场主唱们也特别安利了该剧的不少看点哟 这部戏的一个我作为编剧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 人的思想改变是最重要的 只有思想改变了 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世界 这部剧不是平铺直序的表述 它是一个多空间 包括比较倒置和差距的一种结构方式 这种叙事方式去带给观众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舞剧 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所有主唱团队 为了这部剧精心带给大家的一个创意 美好的一个创意 相信大家来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 能感受到这种古老民族的神秘个性 还有扶贫干部的赤诚真心 我就用我们剧那个最经典的一句话吧 从未约定确实初心 我们在剧场等你来看刘芳 这片土地上有百折不挠的人民 就有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 武剧刘芳的创作初衷便是将扶贫干部 为实现美好中国梦而一往无前的脱贫攻坚故事 再现于舞台之上 人性之美永远有大动人心的力量 愿茶香愿洋愿刘芳 中央远航上海报道